这边 过胸 拿背 罗角 这是小谷铁英华迄今为止 打过最艰难的一场比赛 被对手接连爆摔 死死压制 就连台下教练都早已准备好毛巾投降 台下老外再看到这一幕更是激动不已 谁承想下一秒 铁英华逆风翻盘 当场将老外打成三级残废 本场比赛是为你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外对决 视频中正在出场的选手 便是我们的中国汉匠小胡铁英华 实力不详 欲强则强 只要是与他交过手的老外下场 全都苦不堪言 然而这一场比赛 却可以称之为铁英华打过最艰难的一场比赛 废话少说 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 红方选手便是我们的小胡铁英华 南方选手则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全坛汉匠阿里克赛 实力极强 擂台经验更是相当丰富 而这场比赛 更是小胡铁英华所不擅长的综合格斗比赛 不过我对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可以看到两人的对局异常激烈 对手死死拿住尚未优势 铁英华的处境十分危险 看得出来对手的地面技术十分娴熟 这场比赛也就是准备在地面中与铁英华一较高下 不过铁英华的实力同样不弱 这场比赛若是进行到最后阶段 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面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面 非常贯腿 我们来拆的地面打拳 是 如果没有做到开发可能会接入让你全场站起来 对 铁英华呢也是不敢轻易让这种起身 因为右派对手直接给他保持 对铁英华但是现在目前没有进入地面 我觉得这个阿里克赛还是会直接往上扑 没错 看就是这样的情况 小处还是不错的 这次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扭倒的弹力也很好 阿里克赛再次主动发起进攻 小虎也是丝毫不慌见招拆招 完全没想到两人第一回合的对局就如此较重 看得出来 这家伙也是压根就没打算给铁英华熟悉擂台节奏的机会 这场比赛就是要在第一回合里与小虎分出胜负 hivi 的实现双克 我觉得这枝挺涨的 没有的 没有这一 distant 大家比赛 così 怎么还要做 入眼第一次 因为皮赛 Cruy� 你第一次这个 脸和出现 bothered Meng vorher 锦涼 vorbei 脸 & 铁英华 脸 & 彭帆 脸也没有比赛 小虎的处境非常危险 若是不能及时挣脱 那对于自己的状态 是绝对会造成不小的影响的 然而对手同样没想留守 铁英华也是不断地寻找着机会 若是能够回到战力对决 比赛尚且还有一丝悬念 不然若是始终处在地面位置 那状况可就不稳妥了 对于铁英华来说 也是对手臂利用一个巨大的考验 因为之前自由搏击全都是 爆发力的 爆发耐力的进攻 但是核心力量的 僵持很少 特别手臂持续耐力爆发的 铁英华在自由搏击的全球里面 已经是比较擅长 铁英华依旧被对手死死压制在下位 想要逃脱 但对手却是一丁点机会都没给到 不得不说 这家伙确实是有着几分实力 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若是铁英华能够坚持住 那还是有着扭转战局的机会的 再次裸脚 没错 倒的方向是对的 倒的方向是对的 有机会 现在看看裸脚有没有布置住 我觉得作为亚里克斯来说 也很难把这个位置坐好 铁英华 铁英华 好的 再次防住了这手裸脚 还需要背后的半分钟第一回合 连续的打击 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经过首回合的对拼 对手目前也是占据着大量的点数优势 不过铁英华也对对手的战术打法有所了解 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不会留手了 只要能够抓住对手的破绽 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拿回比赛优势的 再次防守 再次打击 再次击打击 这边往下的推进的机会 比赛后手有没有机会 后手有没有机会 后手手拿不起来了 后手后手手拿不起来了 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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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是一对手重新起身 回到战利对决 虽然说对手在地面是占据着绝对性的优势 不过一旦回到战利 那就到了铁英华的主场了 只要避免与其进入地面 铁英华就有信心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结束了 铁英华手起刀落 成功拿下比赛胜利 这个表现不得不说实在是太精彩了 从第一回合的烈士 到第二回合的逆风翻盘 铁英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让我们恭喜铁英华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